今天给你带来的是 确诊外卖员老孔的轨迹 老孔是东北人 个子不算高 因为47岁在外卖员里算得上是高龄 又被大家戏称作孔老头 一个认识他的中年棋手说 孔老头对人和善 每次见了面都要打招呼 实在顾不上就按一下喇叭 点个头再请你 骑着电动车擦肩而去 除了干活卖力 老孔最有知名度的一点 就是对媳妇好 每天都要骑着电瓶车 接送他上下班 南三环外 宋家庄地铁口的那家麦当劳 是老孔过去经常等餐的地方 与妻子工作的首开服帽商场 只有一街之隔 他在商场三楼一家餐厅工作 是一名服务员 北京城里 老孔这样的外卖员太多了 6月23日 一则新冠疫情通报 让老孔从这座城市几万个外卖骑手中浮现出来 通报中展示了确诊前老孔的行动轨迹 从6月1日到6月17日 他每天都在饿了么平台接送订单 每天接50单左右 从早上7点送餐一直到晚上9点 然后骑电动车到首开服帽商场 接妻子回家 确诊前一天 他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10点 第二天 6月21日早上9点 他被一辆120救护车送到了垂阳柳医院发热门诊 当日确诊 新闻发布后 有网友从被公布的行程轨迹里 窥见了一个中年打工者的心酸与疲惫 也有人觉得那是底层的写照 一篇自媒体文章在网络上刷屏 作者拆解了老孔 每日送50单 具体意味着什么 每天14小时的工作量 每小时4单 且这4单必须在同一个地方 或者附近才能完成 绘制的轨迹图还显示 这名外卖员送餐的范围 大概都是以老婆的工作地点为中心的 老孔确诊以后 与他接触过的顾客 同在一个队的骑手 都要求被集中隔离14天 最后几天 接单记录里的商家员工 也被要求做核酸检测 南城乡的承受4点 是他确诊前4天取过餐的地方 店长说 他后来去调过监控记录 画面中确诊的外卖小哥 穿着一身鲜蓝色的 饿了吗 骑手工作服 印象中是第一次来店里取餐 只短暂地停留了一分钟 就转身出门 奔向了电瓶车 店里刚刚统一进行了核酸检测 现在当值的七八个人 包括厨师在内 全部被要求重新检测并隔离 结果出来之前 店铺暂时歇业 店长说 疫情之后 店里的生意远不如前 最近刚有回暖的迹象 又赶上了这事 承受四路上 餐馆林立 在这条路上 等单的骑手说 新闻在网络上刷屏之后 附近的订单量骤减 顾客对外卖员 也产生了畏惧心理 31岁的饿了吗 重包骑手李扬说 他在路边等餐的时候 碰到两个 骑自行车路过的年轻人 其中一个大声地 冲对方说 离外卖员远一点 危险 他一直记得 那个年轻人嫌弃的眼神 我们也害怕被感染啊 但没办法 得挣钱吃饭 李扬说 这几天自己所在的 骑手群里 不断地在刷屏 有关确诊外卖员的消息 有人说 对方是饿了吗 优选的选手 平常主要跑 宋家庄一带的单子 优选骑手 比重包骑手的规矩更多 每天要保持 至少八小时在线 系统自动地分配订单 无论远近都不能拒绝 否则报酬会打折扣 必须穿着饿了吗 专属的鲜蓝色的服装 佩戴头盔 当然 优选骑手 每一单的收入 会比重包骑手高一些 李扬和身边的几个骑手 最惊讶的一点在于 老孔的跑单数 正常情况下 一天能接三四十个单子 就算很辛苦了 五十单的配送量 意味着至少十小时的连续运转 也意味着三百元以上的单日收入 老孔常去等餐的 麦当劳店铺的旁边 有一个地下美食城 附近的派单 多从这里出发 很多日子里 老孔就等在这儿 现在 不同平台的外卖员 仍然聚集在那里等单 有小哥趴在电动车的车头上 刷着抖音 等待拍单系统的召唤 背后车来人往 城市依旧规则地运转着 并不会因为一个外卖员的 暂时消失而停滞 为了多赚点钱 一个外卖员过年期间 留在了北京继续接单 过节前后的配送费增加了 平台还会发奖金 疫情最严重那会儿 订单量剧增 处于报单状态 那个没有回老家过年的 外卖员还记得 那段时间 整年里效率最高的时候 无接触配送 不需要送到顾客家里 节省时间 为了防止感染 骑手每天需要测量体温 外卖箱每天消毒好几次 不是不担心 一位在宋家庄地铁站口 等单的重包骑手 为了确保安全 年后整整在家里 闲了一个多月才复工 老孔的确诊 也让同在一个等餐点的 其他人 有了更多防护意识 但比起那些 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 外卖员们 更忧虑订单地减少 一个外卖小哥说 最近系统封了好多人的号 只要是去过 类似新发地市场 这类确诊地的 系统自动封号一段时间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 他们的行动轨迹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小双的爸爸 就是被动歇业的一员 巧合的是 爸爸和老孔 早在两年多前就认识 当时 他们是百度外卖 同一个站的同事 年龄相近 经常在一块聊天 后来百度外卖被收购 他们又同去了饿了吗 成为了优选棋手 小双说 爸爸两周前 就给老孔发过微信 我爸说 好久没看见老孔了 不知道他最近生活怎么样 但发出去的消息 一直没有回复 后来听说 平台组织起手 分批进行核酸检测 有的人检测 结果是阳性 小双的爸爸 还挺担心 他又给老孔发微信 仍然没有回复 那时候我爸爸 就觉得可能真的是他 小双为这个素未谋面的叔叔 感到忧心 后来老孔在接受 北京卫视采访时 也印证了这一点 团队 小组长 组织做核酸 晚上九点左右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 我是阳性的 6月25号下午 阴云笼罩 小双说 作为可以自由选择 结束时间的重包起手 他可能下午不再配送了 雨点越来越密 天空迅速变得灰暗无光 到了晚上 手开扶帽的灯光 仍然闪耀 以往 这个时间正是老孔 接妻子回家的当口 从商场到老孔租住的 红四村只有两公里多 最慢20分钟也能骑回家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红四村位于南四环附近 附近有很多城中村 外来租户占到了90%多 黄色外墙的砖瓦平房 一间碍着一间 有房东为了出租方便 在原始的平房顶上 又加盖了一层 墙面上 电线杆子上 到处贴满了租房的广告 这里房租低廉 最便宜的每月500块 贵的1000多 绝大多数的出租房 没有独立的卫生间 从村口绕小巷子 走到老孔家 一路上能看到各种平台的外卖配送箱 由于房租很低 又距离城区近 这里吸引了很多外卖员租住 但无论职业如何紧密连接 这里的租户都更像是孤岛 绝大多数的村民 是在新闻上看到了消息 才发觉和这家人住在同一条街道 他和妻子早出晚归 很少和村里人来往 邻里之间对彼此支支甚少 根据通报里的行动轨迹 老孔和妻子晚上收工回家前 还会在附近的菜店水果摊买东西 现在村里的超市饭馆都停止了营业 连路口卖水果和蔬菜的小摊子 也不得不收起来 老孔确诊后 村里核酸检测的队伍 从村头排到了村围 一个被临时抽调过来的保安 从大早上忙到了中午 还没来得及填饱肚子 到村路边 山西菜馆旁边想寻口饭吃 老板连门都没开 不敢开除了 他在窗户那头摆摆手 洪寺村所在的朝阳区小洪门乡 已经升级为疫情中风险地区 保安胸口的对讲机里 不断传来领导的指示 引导村民保持距离 村道边川菜馆的店主声称 自己见证了外卖员 被救护车拉走的过程 那天早上八点多 他正站在自家的店外 和街上的村民闲聊 看见一辆救护车 直接地开到了村口 在村东头停下来 拉走了老孔的一家三口 店主说 前一天晚上就有寄客寻 九点多的时候 村里突然管控严格起来 不许随便外出 他注意到 救护车开来的时候 没有拉响警报 老孔一家被拉走后不久 又开进来一辆救护车 对他们租住的出租屋 进行了全面的消毒 老孔家东边的邻居 因为要做零工 每天五点多就要出门 晚上十一点才回来 没怎么和孔家打过照面 只知道他送外卖 因为电瓶车经常停在屋外头 西边的邻居是房东 楼上扩建的房子都租了出去 小灰是其中一个租户 在距离老孔家几十米的地方 住了两年多 彼此见过几回 1997年出生的小灰 做了两年多的装修工 干一天有一天的钱 由于疫情的原因 装修队没活 老板的电话迟迟未到 他已经窝聚在 二楼八平米的小房间里 很长时间了 房间小到 连想安个空调都没法装 主机不知道放在哪 一架双层床 一张单人桌 已经占去了房间的大部分面积 小灰习惯的休闲方式 是窝在下铺刷一整天的小视频 一个个刷过去 时间打发起来也容易 他饿了 就把锅从床底下翻出来 到房间外面的 狭窄的过道上做点饭 老孔家也不例外 洛索的房间外 有一个小木棍 放满了罐头 里面是倒进去的调味料 再转过拐角的 废旧的木门 才是隔起来的煤气灶台 黑色的电瓶车 孤零零地摆在屋外 印着蜂鸟及配字样的 天蓝色的配送箱 显示出主人的身份 北京卫视的记者 在地毯医院 见到了电瓶车的主人 老孔皮肤又黑 推了瓶头 正在接受治疗 他说自己最普通的一天 就是早上七点送媳妇上班 之后开始接单 直到棋子下班 6月1号到17号 他在配送的过程中 全程佩戴了口罩 但接触的客户还是被隔离了 让老孔惊讶的是 一些顾客非但没有来问责 反而发微信安慰他 祝他早日康复 我心里压力挺大的 觉得连累大家了 老孔对着镜头说 希望他们都没事 14天隔离期结束后 都能回去和家人团聚 饿了吗 已经公开表示 不会辞退确诊的外卖员 6月25号又是一条好消息 老孔的妻子和孩子 核酸检测为阴性 正在进行集中隔离观察 在不久的以后 老孔或许还会骑着 黑色雅迪电动车 在立交桥下穿梭 轮胎摩擦南城的数条街道 把烧烤 水果 麻辣烫 肉饼 交付到顾客手上 得到一个五星好评 或者没有 晚上九点多结束一天的疲累 拖上下班的妻子 回到出租屋里